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點點點 歲末年終來盤點 2022韓國娛樂圈大事 首限1月 不幸會帶球嫁演員 崔泰俊 甜甜蜜蜜交往5年 終於傳來好消息 讓人百分百感動 接著3月8日 今天動地的聚俊樂 與大A4 KS夫妻閃婚 電影也不敢這麼演 兩人重逢的過程實在太幸福了 堪稱紅洞台韓的佳話 對 對 好的妻子 女子 很幸福 我最棒的妻子 真是最棒的妻子 很幸福 我生命前的世界 另外 迎接人生大事的 還有破障CP完婚 孫一珍真的嫁給玄冰了 你好 你好 今天是我們的結婚日 我還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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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人也在11月27日 順利產下一保 一年內結婚生子 光速圓滿家庭大事 緊接著試圖 Anyone 竟然竟然合體啦 cog一八 恆好 2022凱嗆辣真的狂 twine rij真厭 多眼睜 day Archive 揍有 ru 合體回歸的女團還有《Forever One 少女時代》 回舞年看到少女們在聚首 依舊人氣旺話題滿 說到討論度相當高的 當然也不能忘了 BLACKPINK Jennie與BTS的V爆出緋聞 被駭客洩漏多張撞似情侶的照片 親密的文額照讓不少粉絲震驚 到底兩人是真交往還是假批圖 競技公司始終保持沉默 緊接著是15週年再度回歸的KALA 創下記錄從2000年 2010年、2020年 三年代都拿下一位的女團 When I move When I move 當家也 Can't break it all the rules 怕睽違七年回歸再拿一位 展現ONI實力 要說2022韓國娛樂圈最震驚之一 那就得提到交往六年已經訂婚的 Shenya Dawn分手的消息了 女方在Instagram發文表示 我們分手了以後將繼續做朋友和同事 非常感謝大家一直為我加油 震驚全望 當然才花一半的積蓄買了鴿子蛋 求婚成功 卻傳出分手的消息令人遺憾 讓人震驚又心碎的還有 李生姬爆出經紀公司賬目不清一雲 李生姬被以賠錢歌手為由 A了約2.62億元台幣 讓歐爸很是傷心 一撞告了四個公司高層 為自己討公道 最後要來看韓美Dispatch 趕在2022年最後一刻爆出的消息 IU確認熱戀李中碩 IU確認熱戀李中碩 男人光束認愛 也見過了南方家人 獲得親友支持 希望大家持續為他們應援 新年到好事到 期盼今年也是喜事連連的一年喔 IU確認熱戀李中碩